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狱之门被彻底打开的场景 无数的恶灵从地狱挣脱来到人间 而制造这一切的正是地狱三大恶魔之一 被称为魔鬼右手的阿斯塔罗斯 2022年最新奇幻大片冥界警局2 震撼来袭 时间回到1876年的美国西部 在一个老旧的矿井内 这个老矿工在挖掘着矿井老板偷偷埋藏的金子 在日全时出现的同一时间 男人却没挖到金子 而是恰巧地打通了人间和地狱的通道裂缝 还没察觉问题严重性的男人 随后就被裂缝内的一道恶灵占据身体 男人诡异地漂浮到了半空中 随后痛苦地跌落在地 他的胸口上也瞬间出现了一道灼烧的光圈 男人挣扎片刻后便没了动静 只是很快 他又诡异地站了起来 唯一不同的是 他的眼睛已经完全被黑暗所占据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矿井不远处的另一个小镇上 身为小镇治安官的强哥 来到车站接到了他的女儿还有准女婿 他们是来小镇举办即将到来的婚礼 但显然此时的强哥并没有接纳所谓的女婿 这时远处传来枪声 强盗组织塞莫尔一伙人袭击了车站 在强哥紧急地安置好女儿的时间 他们也开始大肆截略车站的人群 解决掉后顾之忧的强哥立马开始反击 但诡异的是 这伙强盗似乎能够免疫子弹的伤害 强哥来不及多想 看着首领塞莫尔来到了身后 他转身瞄准 一枪爆头解决掉了首领 接着强哥利用掩体翻滚到火车的另一边 但他却没注意 身后火车上伸出的枪管已经瞄准了他 枪声响起的一瞬间 一道绚烂的亮光闪 本应死去的强哥 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一间常量的房间 从对面这个挂着招牌克服笑容的女人口中 强哥这才了解到这里是冥界警局 而此时的他确实已经死了 但幸运的是因为他常年绿马在身 成功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进入到了天堂 接着女人邀请强哥加入的同时也跟强哥解释 冥界警局的工作内容是专门猎杀游荡人间的恶灵 避免他们附身在人类的身体内从而传播灾难 接着他又带强哥来到武器库 挑选专门针对恶灵的武器 女人催促着强哥尽快上岗 因为就在一个月前 在突然出现的日全时的影响下 强哥所在小镇附近的红溪镇出现了地狱裂缝 他需要作为本地人的强哥 协助其他冥界警探进行调查 但此时的强哥只听到了有机会重返人间 于是他二话不说直接就同意了 被忽悠着签订完合同后 随后强哥就被女人塞入破旧的壁炉送回了人间 缓过神后 他也见到了早已等待多时的搭档阿珍 阿珍告诉强哥他已经死了445年了 但归家心切的强哥直接忽略了他 而是快马加鞭的就往家里赶去 现在的他只想第一时间见到心爱的女儿 可是刚准备开门时就被阿珍阻止 经过一系列的友好协商后 他才震惊地发现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他原本的样貌了 但强哥依旧执拗地想要继续回家 他认为哪怕他的样貌性别改变 他依旧有办法让女儿认出自己 阿珍接着又告诉强哥 为了不让现有的社会发生混乱 现在的他们已经无法和任何生前的亲人好友交流了 因为他不管跟亲朋好友说什么 都只会变成阿爸阿爸阿爸 就像现在这样 刚好此时强哥的生前好友神父前来悼念自己 强哥也无意中从神父口中得知 女儿的未婚夫也被塞莫尔绑架 而现在塞莫尔组织中的三人 被联邦法警抓住正在被转移的途中 听到这里的强哥为了救人立马决定前去拦截 紧跟而来的阿珍也发现了这伙人早就被恶灵附身了 于是在两人的配合下 他们一前一后击倒了两名法警 爬上球车的强哥却被法警开枪击中 但下一秒他就若无其事地爬了起来 顺利地捆绑住所有法警后 阿珍随即将一滴剩水滴到被抓三人的其中一人身上 随着胸前的光圈开始消融 恶灵的真身彻底地显露了出来 随后显露真身的恶灵 直接挣脱了牢笼来到了强哥身前 但下一秒就被回过神的强哥一枪解决了 阿珍这边也及时解决掉突袭强哥的另外一个恶灵后 强哥这时无意中发现了掉落在地的通缉令 他这才得知原来他就是被眼前的胡子哥所击杀 在强哥愤怒的质问下胡子哥却同样也一脸懵逼 反应过来后他激动地强调自己是被陷害的 此时的强哥却不愿再继续听他的辩解了 刚准备一枪将他送回地狱时 却被阿珍及时地拦住了 阿珍没有忘记他们此行的任务 通过圣水对胡子哥的逼问下 他们这才得知 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奥地斯的恶灵所主导 他比其他的恶灵更加强大 也是他雇佣了塞莫尔一伙人 四处绑架人类送到红西镇 但没人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塞莫尔因为在他们的介入下 准备违抗奥地斯的命令 做完这一票就直接离开 但却被奥地斯直接拔出了体内附身的恶灵 随后在一枪之下彻底灰飞烟灭了 这一幕也彻底地震慑了其余的恶灵 没过多久 强哥和阿珍带着胡子哥终于赶到了红西镇 热闹的小镇现在已经荒芜人烟了 幸好他们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旅馆 而胡子哥手上的胎记也被服务员认了出来 毕竟他是强盗组织里最怂也是最善良的人 时间到了晚上 强哥将胡子哥绑在浴缸上时 他的武器也被作为职业小偷的胡子哥顺走 但胡子哥却没有攻击他们 他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坏人 胡子哥不断地强调他是可以被信任的 但阿珍还是不愿意相信任何恶灵说的话 说服了已经被动摇的强哥后 他们开始去调查小镇的异常 而此时在血液的影响下 地狱的气息开始在人间扩散开来 这种气息对于人类来说是蕴含剧毒的 旅馆老板痛苦之下无奈地找到了奥地斯 要求他能够给他一个面罩 作为回报他可以将强哥和阿珍也绑来 奥地斯爽快地答应了 但下一秒 就把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旅馆老板绑上了马车 不知情的强哥和阿珍随后也找到了旅馆老板 他们也从老板口中得知了 小镇上消失的人都被绑架到了山上的老矿井 阿珍意识到那里就是地狱裂缝的所在地 同时他也终于明白奥地斯绑架人类的目的 竟是为了利用活人来彻底地打通地狱之门 让所有的恶灵能够来到人间从而控制全世界 话音刚落他们就被奥地斯的手下从身后袭击 寡不敌众的他们也被制服 随后被关进了矿井内的囚牢里 趁着旅馆老板被关进来的空行 其中一个西装男立即冲出牢房袭击了看守 可惜的是西装男虽然成功地击倒了一名守卫 但还是被守卫赶来的同伴所制服 这一幕也被强哥看见 刚想称赞他的英勇举动时 强哥震惊地发现 西装男竟然是他从未正眼相待的准女婿安格斯 无法说出自己身份的强哥 只好以自己生前好友的身份 跟安格斯侧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随后他也听到了安格斯的沉默 强哥终于释怀了 他掏出身上唯一一张和女儿的合照 将女儿撕下来郑重地交给了安格斯 侧面地用这种方式表达 作为一个父亲的认可 时间终于来到了凌晨12点 地狱裂缝开始苏醒 奥地斯剑时机成熟 让手下将所有的人类压介出来 强迫他们开始扩宽两界的裂缝 地面彻底的凹陷 地狱之门的通道成功被打通 无数的恶灵从地狱来到人间 随后开始随机地进入活人的体内 彻底地占据人类的身体重新复活 依旧被关押在囚牢里的强哥 也从阿珍口中了解到 唯一能够关闭地狱之门的方法 就是他手中这个耶稣的眼泪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出去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 被他们囚禁在房间的胡子哥 胡子哥却悠闲地走了进来 他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的自由 更是拿出看守怀里的枪对准了强哥 但下一秒他却直接掉转枪口解决掉了看守 阿珍也看准时间 捡起掉落的武器解决掉了另外一人 原来旅馆服务员晚上没有找到老板 却意外从老板抽屉里 发现了胡子哥被陷害的证据 随后他将证据拿给胡子哥的同时也释放了他 紧接着胡子哥也把被陷害的证据拿给强哥 明白了一切的起始后 他们终于开始信任眼前唯一善良的恶理 接着强哥再和胡子哥的配合下来到了通道中 胡子哥趁机一枪击中了奥地斯 但显然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免疫武器的伤害了 于是强哥只好让胡子哥先去解救其他幸存人类 单独留下的强哥也被奥地斯的手下发现 在体积的压制下强哥还是被属性压制了 眼看着即将被推入地狱之门 即使感到的阿珍终于做好了自己的心理建设 一声怒吼接上一个前空翻转体 将耶稣的眼泪洒入地狱之门的同时 阿珍用一剂标准的千年杀及时解救了强哥 在耶稣眼泪的作用下地狱之门瞬间被关闭 所有的恶灵被强大的吸力重新卷入地狱 此时的奥地斯也无奈地显露了真身 阿珍震惊地发现他竟然是地狱三大恶魔之一 被称为魔鬼右手的阿斯塔罗斯 只是一招 强哥和阿珍就被击飞了起码66米远 强哥及时地捡起身边掉落的武器开始反击 阿珍也借机拿到了他的专属武器 只是下一秒他们还是被恶魔所束缚 眼看着体内的能量在不断被吸收 阿珍用尽全力拿出了身后的圣石自驾解救了强哥 暂时脱险的强哥也发现了阿珍掉落的耶稣的眼泪 看着危在旦夕的阿珍 强哥毫不犹豫地将剩余的眼泪滴入枪管 配合着一个比较多余的翻滚 强哥果断地举枪瞄准扣动扳机 危机终于解除了 幸存的人类重新回到了红锡镇 讽刺的是强哥终于了解到自己死亡的真相 原来旅馆老板的红锡镇被奥地斯占领后 逃跑的他无意中坐上了赛莫尔绑架人的火车 为了不想重新被押送回来 在车站被袭击时 强哥竟是被他当作强盗而误杀 虽然无奈 但了解到真相的强哥也彻底放下了内心的执念 最后 强哥带着阿珍盛装出席了女儿的婚礼 以男人的身份认可了女儿的丈夫 以父亲的身份最后拥抱了女儿 强哥带着最后的不舍离开了 因为他知道 作为冥界警探 他的使命还在继续